哈喽,大家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老猪踏死速通,只要是踏死啊,不管是什么角色都秀,都是最高伤害,这边电斧解冻出场画面,火晕刀,两点,完事之后往前跑,怎么办,直接一个镜子给他落位 地煞宫,地煞宫是为了清兵,连打boss再清兵,然后再给葫芦,葫芦也是连打boss再清兵,剩一个兵没有关系,不影响下一波兵出来啊 再给一个地煞宫,这是最后一波兵,跑过去,直接一个塔砸下去,引出来,这时候金角哥哥的血量已经没有了啊,已经打完了,一个大肚子拱,直接带走 减上金刚咒,完事之后来到红孩儿,平一平一接拱,老猪打红孩儿的话,多多少少还是欠缺一点,因为你要用波动太慢了,你要是打平A的话也不快啊,所以说这没有办法,只能说是每一次都平A压他起身,都能压得住啊,这样的话打的还稍微快一点,然后平A平A接拱,平A平A,再接拱,冰扇子啥时候用? 平A平A接拱,因为他身上是没有道具的啊,所以说就只能打平A了啊,道具的话都是随吃随用,这样的话可以用地煞宫一只清兵 最后把红孩儿放走这一下,是为了多摊一下伤害,要不然的话红孩儿又多一次强反 这里来到了陆哥儿啊,也是老猪打速通慢的最大的原因啊,就是这一关,这一关老猪的属性是一个贝克关卡,平A只能打4点伤害,然后他要借助着这个扔,这个扔的伤害是比较高的啊,应该是12 再躲啊,哎哟去,这灵活的走位 AA再接扔,只能扔啊,就完全接住这个扔,因为这一关老猪就算是用道具也打不出来什么伤害,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关啊,老猪的速通不一定是最慢的啊,就是因为这一关,所以说老猪的速通是五个角色里边最慢的 平A平A接扔,直接给他扔掉,完成之后捡上金刚咒,捡上雷电机,过来,来到杨哥,杨哥这里就可以抓波动啊 先捡上道具,平A平A接一个扔,扔过去,平A平A,跑跑停,接扔,完成之后给一个金刚咒 杨哥防御力比较低啊,金刚咒啊,什么的这些道具,以及波动打他伤害都比较高 再捡上钩子,哎,猪哥哥他捡道具比别人快啊,捡道具不拖时间 这里起了一个波动啊,波动伤害比较高,然后平A平A接拱,再起波动 老猪这个波动只能用到伤害比较高的boss,伤害稍微低一点,他就不能抓 他都不如打平A合适,因为老猪的波动持续时间太长了 平A再接拱,捡上镜子,然后再捡镜子,什么啊,土还捡上了,哎,捡道具就是快啊 这边电斧解冻,出场画面,跑过来,直接一个双倍伤害的镜子,一个大剑拽回来 老猪这个镜子单倍伤害只有20多,双倍伤害也就50多的伤害啊 28,没记错是28,平A平A接扔,依然是选择使用,哎,这里又给了一张电斧 依然是选择使用扔这一下的高伤害来的啊 平A的话,就是能贪一点是一点,平A只能打4点伤害,很难受 继续平平接扔,他现在实现这个道具也起来了啊,到了后边的关卡就打得快了 三岛,三岛,三岛虎哥又是强法,又是一个坐地,平平接扔,不管这个小兵,躲着小兵,继续扔 平平再接扔,完事之后,一个雷电几收尾,终于熬过了第三关啊 对于老猪来讲,第三关真的是煎熬 一包一包,一包居然是一个超过6,000883,掉下来的 三岛的转出 八蛋的选择。要是一包居然,刚才又是一包居然,鸟上的气扔 对于白铁阳,就在来说,比如白鸟,要是一个喊主了 这一个塔下去就是54啊 完事之后 平A平A接镜子接波动 这一个镜子是52啊 镜子葫芦52 塔是54啊 老猪打这一关伤害就是高 波动也是41啊 波动比猴哥低一点 猴哥是42 存能量平A 平A伤害也高啊 平A接冰扇子接波动 平A是8点伤害 这个冰扇子也打了44的伤害啊 就是这一关只要老猪扔道具 什么道具伤害都高 平A接玄冰扶接波动带走了吧 玄冰扇子伤害高 那玄冰扇子是62的伤害啊 好这边来到了蜘蛛王这一关 直接起火扇子 这个火扇子的弹道是真的得劲啊 而且老猪对火扇子打蜘蛛女是一个满伤害38 然后再接一个镜子 再接一个镜子 这时候等蜘蛛女强法能量存满 平A平A接镜子 跑过来 然后再平A平A 再接镜子再起波动 直接带走啊 最后一下啊 是给了一个波动 透了一下伤害 这个镜子能不能吃上 应该能吃上啊 这小蜘蛛跑的慢 捡上镜子啊 这个 蜘蛛王出来的这一段时间啊 咱们就多吃点镜子 然后直接一个塔 撒下来 完成之后把镜子打开 直接钩子往回旋 1234 拱拱拱拱拱 然后捡一下镜子 再继续拱 老猪大肚子拱的伤害 一直都很高啊 就是这一招的话 是容易挨揍 但是他的伤害是有的啊 拱蜘蛛王一下 有14点伤害啊 蜘蛛王下水14之后啊 咱们在这里等镜子啊 又是一顿出镜子啊 镜子镜子来镜子 减7个 8个 9个 前前梯控一下兵 过来继续拱 123 然后4567 镜子 再给一个镜子啊 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觉得 这个镜子给的有点浪费了啊 其实不浪费 为什么呀 因为他还能吃回来啊 嘿嘿嘿嘿嘿嘿 给我出啊 嘿嘿嘿 太赖了啊 呃 就不可能是打完蜘蛛王这一段 不带9个镜子走的 这边来到了我彭哥 直接电幅开啊 彭哥是一个防御力比较低的boss啊 5个角色打他 波动伤害都搞 你看 猪哥哥这一个波动打的伤害也不低啊 50 应该 还能再接一个波动 这波动完了应该不接了 一把大剑带走了 应该是能量要掉 你看是吧 能量掉了 没有时间再去充一次能量了 完事咱就直接一把大剑给他带走 老猪这个角色的话 小道具还行 但是他大宝不太厉害啊 大剑呢 什么的都比别人要弱一些 两个镜子加一个波动 注意小细节 下来之后不摁地 让他的这个血条快速得先流完 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不够 你看是吧 啊 然后直接落地就给镜子 然后火运刀 这里的话是比正常打要 提前卡一轮门 再火运刀 两点 剪一个镜子 这时候平A平A 接一下冰扇子 剪回来钩子 然后再给火运刀 又是两点 一气合成 猪哥哥剪 剪道具是真的比别人快 平一平一接拱 完事之后再拱一手 再拱一手啊 这里的话就是门没来 打再快也没有用啊 所以说咱们省点道具 最后直接走人 这边来到了轻尸场景 火扇子解冻创画面 老猪打轻尸的话 就有点难了 因为 青狮是怕四个角色的镜子 唯独不怕老猪的镜子 但是老猪也只能用镜子来打他了 古路还要留着打牛神 平一平一接镜子 然后再给一个火扇 老猪火扇子打青狮是满伤害啊 是全角色伤害最高 但是火扇子这个道具 他本身伤害就不高 镜子老猪只能打40 猴哥跟龙马能打54 龙女能打46 老沙能打52 就是54545246 就到猪哥哥这里是 40啊 镜子只能打40 平一平一再借镜子 然后起了也没招了 起一个波动 道具应该是没有那么多 咱也不知道为啥 这一关老猪的镜子就 就是差 这边来到老鼠姐姐这里 直接火运刀球两点 完事之后 给他打进去啊 站在火扇子这里 还想偷个火扇子 直接一个平A 把火扇子偷下来 完事之后进来 进来之后 有两个火运刀要炸4点 因为老猪的火运刀伤害低 只能打56 好像是56 完事之后 猴哥能打64啊 差这点伤害 4点的话 差点伤害一出 但是老猪就 火扇子厉害啊 给火扇子剪塔 然后再给一张电符 然后再剪火扇子 然后再给火扇子 再给火扇子 再继续火扇子 火扇子是38 再火扇子往左打 再一个火扇子 这个电符要不要用 火云刀都是炸了两点的 有伤害一出 再继续给电符 这个流血是停不下来的 剪了一个道具 完事之后被掏了一手 一个大肚子拱啊 这边来到了牛魔王 直接一个塔 接一下平A 剪上葫芦 再给一个塔 接两下平A 哎呀我去 再剪一个土 再给一个塔 再接两下平A 再给一个塔 又两下平A 这个塔只能打34点伤害啊 然后平A是6点伤害 这里又平A平A接镜子了 他这个镜子还得留点打牛魔王 镜子打牛魔王伤害还可以啊 42点伤害 平A平A接玄冰斧 然后再接一个雷电笔 玄冰斧52点伤害 雷电笔40 后边到火龙 到火龙的话就是老猪打速通 难受的原因之一啊 除了第三关之外啊 老猪身上一直要囤着钩子 因为老猪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打火龙的 只能使用这个钩子啊 反着扔啊 扔好的话是勾三点 如果扔地不好的话 起码也能勾两点吧 这个钩子勾一点 是19点伤害啊 头哥是20 头哥全角度最高20 老猪19 其实老猪的钩子全程算下来 算是比较厉害的 钩子一直站着自己一个格子 其实也挺难受 这边来到了牛神 直接平A平A接冰扇子 然后再给一把大剑 老猪冰扇子厉害啊 你像正常他们打不带能量的 老猪打牛神的主要伤害来源 除了葫芦是52点伤害以外 就是冰扇子了 冰扇子跟镜子都是打40点伤害 40点伤害的话 冰扇子比镜子好用 再给一个冰扇子 再起波动 平A是6点伤害 然后刚才那个大剑是55的伤害 波动是52 不对 大剑是52 波动是55 然后平A接葫芦接波动 葫芦的话也是52点伤害 猴哥全角色伤害最高54 老猪是52 没有其他角色都没有老猪高啊 老猪这个葫芦打牛神还是要留的 而且葫芦这个道具整体来讲 它是比较节省时间的啊 这里狮子猴 打完之后 他要上天隐 直接变小 完事之后怎么打 等他隐一下他 两下平A 让他往外撞 往外抓葫芦 这个有点厉害 然后再接一个波动 平A接葫芦接波动 已经是老猪能打出来最高效的办法了 而且 你像这种 这种打牛神的方式啊 只能是榻子 手打的话 肯定是要挨揍的啊 还有一套啊 直接就可以给牛神带走 好了 这边就打完了啊 嗯 也已经是老猪想尽一切办法 打得最快的方式了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清新大神的制作 咱们下期见 好吗 拜拜